都是指定人 那我再開始給我先來看看 你們都是什麼專業 計算人員 是IT相關方面 都是計算人員 都是計算人員 還有呢 反正都是計算人員 那你們其實是 都是相對 有潛能 潛質可以成為 區塊鏈團隊的開發 那我們今天呢 講的Swap主題呢 主要是區塊鏈3.0的 一個開發應用平台 AE 那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一個發明 問題是 AE這場封面的一個 工作區的DUNS 然後呢 今天我會介紹AE 然後區塊鏈 然後到時候你們用很興趣 可以 加微信 然後 你知道可以進來 來聊 這方面的一些 技術 那今天呢 我主要跟這三塊 就是 因為你們都是學生啊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 目前對區塊鏈有什麼樣的 有個 有一定的一個概念嗎 你們之前有興趣了解嗎 或者說你們今天 是 抱什麼樣的一個態度來 聽這堂課 你們自己有對區塊鏈相關的 我們那時候有 我們那時候有 好像有 歷史這麼難死的 然後就 回想 就比如說 嗯 做 擺盾上也有 支付上也 聽到說要支付啊 應該是IT 這樣 聽到一點問題 會用 這些東西 就很麻煩 順序 其實 最火的不都是 你和你啊 就超標 但是 嗯 不只這一種 你能夠避人 他不會是一種 這種 你該說的 是指 是指 是有速度貨的方面 至少我們今天 我們還講 區塊鏈 區塊鏈的速度貨 是非常重啟的 他們是重啟的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一切 但不但只是 這方面只是一小部分 甚至區塊鏈的長 對不對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 區塊鏈的技術 是技術相關的 當然我們以為 如果說你是 對區塊鏈的方式 比較感興趣 所以只可以 但是我們今天 不會是講 講 因為這個 是相關的 你們今天可能 跟大家講清楚的東西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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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 既然這樣 我就先從最基礎的 開始 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讓區塊鏈的一些 基礎的支持 讓大家知道什麼叫區塊鏈 當然區塊鏈要幹什麼事情 當其有什麼問題 就知道 然後接下來我再給大家 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的一個平台 到我區 是製作什麼的 那 區塊鏈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這 這 區塊鏈技術呢 它其實是一個 多方共無一步的一個 不可算的分布式的 公開上場技術方案 其實這個概念念出來 可以是嗎 那麻煩你跟我分享一下 我都可以希望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帶來的意思就是說 嗯 不要知道 比如說這個 就是什麼 現在我們去買東西 不是要進步的 商商嗎 然後 然後去外店的話 他就是現在把商商去掉了 比如說這個 就是什麼 現在我們去買東西 不是要進步的商商嗎 因為二手車的平台差不多跟外商商 就說 他以前 就需要商商 現在他那個口號就是 買一張 賣一張 賣一張 直接點對股 對 對 你說這個人 當然也不一樣 那當然不止這些 接下來我們會 後面就去講 嗯 就是 叫多方共同的一步 不可創改的 那步式不應該上場 每個人都 可以比這個 這個數字是最前所要場 但是 不存在 沒有 不存在 單一個用戶可以對他來控制 他只能按到原理他的 V字 和V字 來給你修改 其實 其實這段話 聽起來相比比較學術一點 那到底 到底什麼是多方共同 什麼的分部 什麼的創改 什麼的創改 這段是你沒有概念 你一定的概念 那其實 這樣子 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跟他 來介紹一下 到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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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該怎麼說的那些 上面的概念 裡面有加分的那個威信嗎 我也有加分嗎 那 其實所謂的 所謂的叫 叫分部式 這個概念 就比如說 在這個群裡面 讓你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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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那些東西 你隨便發一點小心 你說一遍 大家好 有嗎 你們都收到嗎 都收到怎麼樣 其實這就是說故事 這是這個意思 那 那 這個 所謂不可創改 這條消息 你們可以去改嗎 你能改得了嗎 改不了 對吧 你可以刪除嗎 可以刪除 可以刪除 但是你怎麼刪除你肯定 是不是這個概念 那 那你能把這條消息測合嗎 可以 兩分鐘之內 可以刪除 那其實在比特幣 就像是說 你十分鐘 這個 在十分鐘這個區間那樣 你把快 寫完之後 你就改不了了 但是這個兩分鐘 其實在比特幣裡面 其實是大概十分鐘 所以說 要多方共同 你們所有人 都能看到這條消息 那 很多人就會想 那為什麼需要消息 我們都能看得到 那安全嗎 那你在 你在寫 你在裡面再發一下 裡面 用你們本地的 找家話 你是哪裡人 西安 西安 那你就是用你們 你們那個 西安的畫面 然後說 大家要下話 發一下 大家要下話 沒有沒有 我說的要說 你們本地的 老家的那種 我 要加小火 你們這個 我這個 這個時候 人還是都能聽得懂 但是 我來發 西安 他會這樣 他會發 欸 我們一起給他 避來收拽 有人聽得懂嗎 人聽得懂嗎 所以說 這其實 這其實就是說 安安全 我 其實我發的這條 我在這個 在這個 傳送的消息 其實我是加密 你要知道 我們到底要傳出 我們要來 私藥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來的 我們今天要用 封藥跟私藥 什麼的東西 你要解決別人 你要私藥 所以說 在鏈上是安靜的 所以從 通過這 簡單的例子 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到底 我處理一下 風物是為什麼 不可 什麼 不可創改 它其實簡單的就是 你聽得懂的 那 這兩個頭下 看一下 左邊一邊有什麼區別 就是左邊它是一個中心畫的,它只有一個點,但是右邊它是一個去中心畫的,它是多中心畫的 就是我們現在需要先大家理解一下這個概念的中心畫跟去中心畫 簡單的一個區別就是像做圖和形象的理解吧 那就是它剛才又說了這樣,它剛才說的其實是一個中心畫,加外面區中心畫的教育 你們現在每天有在用支付嗎?有用銀杆轉換嗎? 那其實你們覺得,假設你什麼生活呢? 需要做,小學,比如小學所來的筆錢給我 它其實這筆錢肯定不是直接擋過,它肯定是要先擋給你擋過,擋到支付擋過 那其實支付擋給你看它是一個什麼,中間的進度 就是第三方嘛,那可惜沒有一個第三方 我們如果用一些,其實我們現在在用銀杆很快 但是對於一些跨境做跨境制度的人 就是等你轉一筆錢到日暖,轉一筆錢到分手一些很便宜的地方 你可能要三天的時間 而且手續費,你時間給要三天 手續費,你時間給要三天 手續費因為你轉到五塊錢 但是你直接到三塊錢,為什麼? 因為你其中的一塊一是變成手續費的 所以說你的手續費到時間會長 那你買一種東西可以做到,就是叫什麼? 我可以把第三方的可信任機構去掉 然後直接變成AMP的敵對點交易 這支旗就就是我們所謂的 你對比對比他錯的事情就是這個支旗 就是點對點的表現,從A轉給B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大家能理解這個概念嗎? 對吧? 就是你原來你轉錢,你時間是先通過銀杆 但是你比對比,你對比他不需要做這個事情 如果你去觀念,你現在很多像Aternity 但你不需要做這個事情 我轉錢,其實就是小圈直接轉給我 不需要經過第三方的一個確認 那另外我再介紹一個概念是叫慕斯祭祀 就是我們其實在傳統的卡克上中 我們的帳本全部都是由營運來記錄的 所以說我們的帳其實都是很明細的做下來 或者說平常會幫我們記帳 那你在去衝情況之後,誰來給你打信息記帳呢? 誰來記帳呢? 這其實就是我們以前聽說人家在挖晃晃晃 你聽過嗎? 那什麼要挖晃就是在記帳 譬如說你唯一比交易產生的時候 然後這些礦工要把這些交易拿成包 做成記錄才能寫入到區塊鏈裡面 所以說礦工要做的其實就是記帳 所以大家現在礦工是在做記帳的 所以說銀行現在就沒有中間化的銀行之後 是由礦工來記帳的 那這些礦工其實不是只有一個單單的銀行 它是擁有全球可能整個網絡 非常多的礦工寫來記帳 那這些礦工一起的記帳就是要達成協議 就是大家一起來達成的共識 所以就是我們要整個共識機制 你一定要大概 就是你一比交易要的50%的礦工 你把它確認 確認說你這比交易是正確的 它才會記帳到區塊 它會進行鼓勃讓所有礦工的驗證 這比交易是正確的 這比交易就是算數 那現在其實均衡到區塊上面 這個區塊上面其實是最最最最最最 就是比特幣就這麼幹的 就是所有人大一個服務器 大一個礦機 就在那裡不斷地跑 然後就是每個人在不斷地解數學題 誰先算到的 這叫數學題的答案 誰就可以去智障 所以就是我們現在 所謂的報告 都用這種方式 來一個 POS的權益證明就是什麼 比如你只有0B 或者你只有AE 你可以講 只有AEB 然後呢 你可以 就是 就是它貨幣它的 它的蒸發是通過利息 就是你會產生利息 因為你前期的那樣 你會利息 那POS當然就是 你只有AEB 它會產生利息 那這些利息 生出來的利息 其實就是相當多生發出來的一些貨幣 另外一個叫DEPOST DEPOST 就像有多少個景點 原來像POW 它的礦工的節點是 任意的 誰都可以來當節點 那是要看你能不能解數 數學題的答案 來記帳 那POS就像 我現在有規定 我就二十一個 二十一個或者三十個 四十個人 四十個控制 只能規定 這幾個人一起來 共同計照 然後這些 是可以輪流去選 之類的 這種東西 所以現在 你們可以認為說 是 叫什麼 叫 人民代表黨會 不是所有人 都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你可以選舉 多少個人 來做這件事情 這是這四種 共識機制 有理解這個東西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個叫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這個很簡單的概念 它不會就是說 滿足一個條件之後 就可以自動執行了 一段程序跟幹嘛 什麼意思呢 用在我們現實當中 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你們有 有用過信用卡嗎 你們學生活會在理督 沒有用過什麼 那我覺得 有一個概念應該很簡單 像我們有時候 或者說 有些上班族 他們可能 每個月都會先 去透支自己 去刷信用卡 那信用卡 他們可能 有時候 他們就黃款 那所以它可以 跟銀行卡 一定 就時間到期的時候 它會自動黃款 那其實這種 自動黃款 它可是就是一種 就是一個比較 就是可以 你可以認為它是一個 一個簡單的 叫智能規約 就是說你設定一個 程序 它只要條件 達到 就給我設定今天 9月21號 8點之後 我要黃自己 開這頂信用卡 然後它時間到了 我只要利用卡 裡面有錢 它之後就把我們 這頂信用卡 還了 這是智能合約 去做一個事情 我 先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概念 腦子有這個概念之後 接下來 或者什麼 我們會 就更好去 更好去理解 那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剛才我們主要是想去刷 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 首先我們介紹什麼 叫去刷念 然後去刷念 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還要介紹了像PUW的幾個共識機制 然後介紹了智能合約 那 接下來呢 我們來介紹一下 就是 AE AE AE是個平台 AE是一個 它的創始團隊 是 是叫AE 然後 那本身也是區塊人 有一個 以太陽的教徒 也是區塊人 然後 它是在 AE 它創 就AE 是一個 他們這個 那你可以看這些 這些人 這些人 其實都是 計算機行業的一些 大法 比如說中間 這個人 這個人是 伊朗原 當然有 你說過嗎 伊朗它其實是 以前在 愛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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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少 以前的 那 那 這個 伊朗就是 愛力信 這家公司的這些人 一些團隊從愛力信 早期的愛力信 怎麼研發出來 然後 然後 這個 這個 就是伊朗的創始人之一 那再加上 這個 叫 這個 他也是個 伊朗的一個大名 包括 他們 他們的很多團隊 旁邊的成員或是 都是 出概念的這些大 一些相關非常專業的 一些 一些人 包括有 六位 技術專家 都擁有 計算是科學博士的學位 還是一個很 很 很強大的一個團隊 那 那 那 AE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AE 它是 AE 它是 它是 一個 區塊量的一個 3.0的一個 工業平台 它提供的是一個 透明的 無限制的 一個 可破產性 是 這 就拿 比特幣跟 比特幣跟比特幣 比特幣跟比特幣 和比特幣 比特幣 大家一個人都拿來遇過嗎 對 就是比特幣它其實提供的是一種 我們說的 點對點的一個交易 去中間化一個交易 那 比特幣它也可以 也可以做到一定的交易 但是它以太坊是一個可編長的去發展效果 就是一個可編長的 就是你可以做交易 但你也可以在以太坊上做一些 一些APP的一些利用 那它的問題就是它的可能性太差 然後效率很低 它很像是每個快 這樣一分之十分鐘就變了一個快 那以太坊是十五秒 那其實它這種 這種在很多時候 是沒辦法回顧我們現實生活當中的要求 就比如你去跟商家買一筆 我用以太坊上面去支付一筆款 我十五秒鐘才跟你說 這筆款已經收到了 基本上很多人接收不了 那比特幣是十分鐘 那這種更多人 基本上要分了 我去買一個小東西 然後十分鐘 對方才收到錢 然後你排隊才可以走完 這顯然不太 所以說 Adoption Adept Pure 是一個相對比這兩款 效率更高的破產性更強 那它是一個工作證明 跟權益證明的符合證明機制 我前面有跟大家介紹POW和POS的嘛 那它 AE它用的是 孔合機制 為什麼它要說孔合機制 其實像大家都 如果有去聊天底特幣的人都知道 底特幣其實最近 不是有一個算益在嗎 無企行嗎 它本身這些人都是 底特幣的一個 一個礦泡 就像他說 算益竟然變成很斷耶 你說說POW很容易常用的礦泡 所以才需要人家的POS POS 就像是說 只要你們是持有卑力 裡面可以 也具有一定很快的權 假設社區出了一些什麼 有爭議的事情 裡面也可以來參與投票 我不會說 比如這些礦泡 它想要幹嘛這東西 我們所有人都可以一起來做投票 那 那技術這樣也是 就是Biphone, Energy 還有這幾個東西 這些我下面會來介紹 明明成 這些技術 你們特朗上也是講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大家先添一下這個思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